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门声剑拦起人走了 也就不敢怠慢 纷纷向魏无羡行了跪拜大礼之后 就速速散去 续于前海人山人海的轿场 转瞬间就只剩下魏无羡和靴字头一人一鸟 当然 还有隐秘在外场大树后的蓝忘机 魏无羡环视了一圈空旷的轿场 抹了抹额头的汗珠 长出了一口气 如是重负自言自语道 还好还好 没有被人发现 要不然就太丢脸了 有我在你怎么可能丢脸 靴字头接过话头 说道 你想多久的神仙就可以当多久 魏无羡说道 那倒是 不过我暂时不想当神仙 我就喜欢待在云深不知处 待在蓝湛身边 靴字头道 那现在恐怕由不得你了 你不想当也得当了 啊 魏无羡一正 亚一道 为什么 靴字头道 因为你垂青于我 喜欢我 所以必须和我在一起 而我是要回天界的 你也就要我和一起回天界 而回天界就必须当神仙 所以你就得当神仙了 魏无羡眼一瞪 说道 你说得好像很有道理 只可惜第一句就错了 我没有垂青于你 所以后面那一连串的不成立 所以的所以 我是不会跟你回天界的 靴字头道 你可是抱过我亲过我 亲口对我说喜欢我的 哎呀 魏无羡脚一跺 急到怎么就跟你说不清呢 我抱你亲你 确实是因为我喜欢你 但我喜欢的是靴字头呀 是一只怪鸟呀 就像我喜欢一只狗 一只猫 一只兔子是一样的呀 这种喜欢怎么可能是垂青呢 完全不可能嘛 好了好了 靴字头 你还是听你爹娘的话 乖乖地回天界 去和真正垂青你的 另一个靴字头成亲 然后生一大堆美丽的小靴字头 靴字头奈心奈凡 听完魏无羡 哆哆哆哆哆哆一长串 然后说 你的意思是我们不同类 所以你只能喜欢我 不能垂青于我 魏无羡又是一正 叫道 怎么就和你说不清了 算了 不跟你说了 我要回去了 要不然蓝战要着急了 你也赶紧回去吧 再会 说完转身就要走 只是刚迈开腿就只感觉一阵 苏麻席卷全身 忙低头一看 就看到双脚双腿不见了 只看见两只鸟爪和鸟腿 又忘了忘手和胳膊 哪里还有 早就变成了翅膀 不消多说 靴字头在眨眼间 将魏无羡变成了他的同类 一只美艳绝伦的比翼鸟 你你你 魏无羡气的双翅一盏 原地飞起三丈高 啾啾大叫道 你怎么可以这样 靴字头也飞了起来 拍戴着五颜六色的翅膀 与魏无羡面对面 说道 现在我们是真正的比翼双飞了 只是他话音未落 就见着一道白影一闪而过 而那刚刚幻化成比翼鸟的魏无羡 也瞬间不见了踪影 靴字头视线立马一转 就看到魏无羡被一白色人影 裹挟着往前击窜 不禁大吉 当几剑一般飞了过去 弹直间就追上了 遇见飞驰的蓝望鸡 和他怀里的魏无羡 其实从头到尾 蓝望鸡都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他虽然一直在一旁 密切关注场上的动静 但是魏无羡和靴字头 始终都是啾啾啾地交流 他是半个啾也听不懂 直到魏无羡跳了脚 而后骤然间变成了 与靴字头一模一样的 美丽的令人炫目的神鸟 便立刻意识到出了大事 也就来不及多想 先飞出去将人抢下再说 我会购乱的神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